再说既然是存储空间 既然是顺序表连续存储 然后它就需要进行预估 也就是说一开始 到底要进行保存多少 深层的大空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空间不够的时候 就要进行存储区的替换 换成新的 包括进行扩充吧 扩充 我们是因为有了扩充 所以才进行替换的 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 重新扩充的时候 到底要扩充多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 一开始是保存了四个元素 可以保存四个元素的 200 390 78 191 这时候多出了一个500 为了把这第五个元素 给存储下来 我们需要进行存储区的扩充吧 那你想了 我现在要申请新的这个空间的话 我到底要申请多大呢 我是为了说存500 我就多申请一个 还是说我再多申请一部分 是不是得多申请一部分了 对吧 也就是说我可以减少一下 他申请的次数吧 不然的话 我为了保存500 我申请一次只把500存进来了 那是不是又满了 满了之后 我再补充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重新申请 还得重新替换呢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扩充的时候 必须要采用一种策略问题 也就是预留问题 那这个预留到底要预留多大呢 有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就代表 每次申请的时候 我扩充固定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为了存储第五个元素 那好 我这次再次申请的时候 不止增加一增加肥 比如说增加十个 那我这时候拿到来的 就应该是多了十个空间吧 多十个空间 我把500存进去 还剩下九个 对吧 那紧接着在 你在往里面补充九个的时候 我是不是都不需要再进行重新替换了 也就是说 第一种方式是采用固定数目的 你每次在扩充的时候 就固定申请多申请多少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采用被增的方式 加倍的方式 好 那你看 现在一开始是存了 二百三九零七八一九一 四个吧 那我下次再扩充的时候 我要扩充多大呢 给它翻倍 给它翻倍 你现在是四 好 我现在多申请四个 多申请出一倍过来 那紧接着应该是八了吧 八个还不够的时候 我再扩大呢 扩大多少呢 再扩大 不扩大四了 你如果还扩大四 是不是代表的是固定数目了 我们扩大八 因为你当前有八了 我就给你加一倍 那这时候将它变成十六了吧 十六还不够我再去扩充的时候 再加倍 再乘以十六 也就是说 每次都给你翻倍 我们现在是不是翻一倍啊 你还可以翻两倍 翻三倍 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我在申请的时候 要采用加倍的 加倍来扩充 那你想这两种方式的话 它的特点在哪里 采用固定数目的话 它是节省空间的 相比于加倍 为什么节省空间呢 它每次预留的是不是少啊 每次预留的少 也就是说 它的空间是节省的 但你空间少 也就意味着 如果说我扩充的频繁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的操作就得贫寒得多吧 好 那加倍的呢 加倍的话 我相当于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对吧 有这样的一概念 采用加倍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 用空间 换时间 这是对于加倍的一个特点 我们牺牲了空间 来减少操作次数吧 对吧 我预留的多了 那我扩充的次数就少了 所以这是大家的一个思想 你有些时候 你可以去浪费一些空间 但你拿回来的是时间上面的效率 所以有这样的 用空间换时间的一个特点带 这是关于 扩充的测量问题 感谢您让我们喝下来的 谢谢钩 谢谢 Joshua